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AX6里面 还有从AX8里面 衍生出来的危险品机上装载的技术指南编号9284的文件 都载明了什么呢 都载明了航空公司要把它运送危险品的相关规范 还有在机上危险品发生了紧急事件的处理标准SOP 要列记在工作手册上面 这个组织除了很喜欢写附件之外 他也很喜欢写书卖给航空公司 所以他竟然已经写了这个技术指南 超级已经记载了什么样 航空公司要运维先品都要根据这个技术指南 这些专家就刚才再写一本 制定好全球通用的关于危险品 遇见体级是莫比方说什么肉翼啊 失火啊 然后这些东西怎么样 标准作业的流程就写了怎么样 这一本 就是这一本 红品书 它就是这样来的 而且呢 每两年会修订一次 也就是说 好像每两年都要再买一次 好 然后这本书呢 原本都是机长在用 机长会怎么用呢 我开一看 机长呢 会搭配他们的no-hook no-hook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从 轮堆的Vindor飞到怎么样 瑞士的日内网航班 然后在这个no-hook上面呢 在Vindor 它带了什么东西呢 它带了怎么样 自动充气的救生设备 还有干冰以及硫酸 这边当然是一些相关的 多少公斤啊 它的UN number 那我们来看到后面这边有一个emergency drill code 好 这个drill code呢 就是来反映 潜力这个东西 它有哪一些的危险性 好 比方说干冰 根据呢 呃 调查 机长说 干冰呢 是在no-hook上面 出现频率低高的危险品 几乎每一天都有 好 我们来看哦 刚刚我们看到 他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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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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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1 10 10 9 10 9 我們再来看他除了怎么样 肝冰之外還有帶瘤酸 瘤酸的只有過是8L 一樣回到這場場上面找到8L 那瘤酸就比較複雜 它除了本身就會有它自己就會有腐蝕性 而且它會產生了有毒 對有毒的氣體 然後你如果控出它的話是會受傷的喔 對飛機來講呢 它可能會把飛機怎麼樣侵蝕或壞掉 對客人來講呢 眼睛鼻子呢會覺得不舒服 好然後呢 它要滅火的話呢 它是不可以用油水 滅火器來滅火的 而且它可能會造成什麼? reconflation 金屍 對因為金屍管可能會造成reconflation 對 然後那其實呢 我剛剛想跟大家講的是 當我看到這張notebook的時候 我真的忍不住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它第一個吸引我的不是這張notebook上面 記載了它帶了什麼危險瓶 而是它的其它裝載 看一下它帶了什麼東西 線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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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錶 然後怎麼樣 珠寶還有鑽石 你看一下它帶了這台飛機 帶了50公斤的鑽石 哇 各位 一克拉鑽石多重 不知道 兩匹 根據國務狗 200毫克 50公斤是5000毫克 除以200毫克 這台飛機上面帶了25萬克拉的鑽石 哇 你看看今天這個飛行員坐在卡片裡面 他看到這張notebook 他看到在想什麼啊 比較危險的 比較危險的 到底是危險體還是金銀珠寶 難怪 難怪機長每次 有一些機長每次出來喝咖啡的時候 就會討論今天貨倉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看起來我覺得機長看notebook 其實是一些蠻有趣的事 哈哈哈哈 好 好那我們回來 那所以這一本 紅秘書 看起來都是機長在用的嘛 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怎麼樣 對Camping的組員展開他神秘的面紗呢 這要說到了呀 一直要到2015年 2015年 在某一次 微生理的機殼上面呢 民航局移民的教官發現了 在客廠組員的handbook裡面 也就是我們的part 3 裡面並沒有針對 機上危險物品 發生異常事件 就是emergency situation的 任何處置措施 對 也就是呢 以前我們的handbook 是不是在chapter 2就結束了 我們只把危險體的九大分類 還有babel招完 就沒有了 對 就是2015年的那次機盒之後呢 民航局的教官呢 才要求我們公司 就是把這本紅綠書裡面的chapter 3 這整個章節 6加6總共12個checklist 納入我們的handbook 變成了現在handbook裡面的chapter 3 對 就是從這裡來的 這件事情做完了之後 沒有過多久 所以就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ZD252客機 這個航空公司其實現在已經 已經不存在了啦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事件呢 就是有一個客人 他帶他的怎麼樣 行動電源放在seapark裡面之後 起飛之後 不久就開始冒煙失火 造成了這個航班就怎麼樣 回航 然後呢 這個事情 國際航空史上第一刀 也就是對民航局來說呢 以前我是聽聞國外有發生這件事情啦 什麼 行動電源或者是 離電池失火 現在是第一刀燒在我自己家 對 所以呢 分安會就要介入調查 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這個是他的分數調查報告的封面 來告訴民航局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針對客航空公司要加強行動電源 和備用離電池的安全教育及宣導事項 所以我常說這一把火啊 就燒出了什麼 民航局 危險品 機上茶杯 跟機上序列的新紀元 對 以前呢 危險品都是卡火的事嘛 對不對 這些這一把火呢 就把這個火燒到了Cabin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對不對 這十二個Checklist是不是就變成了 我們訓練部在危險品訓練上面 持續的主軸 然後呢 客艙組員對這十二個危險品 沒有人會知道的吧 對 沒錯吧 對 到現在呢 這一本紅皮書 他的神秘天殺就打開了一半 那你就要問了 那另外一半的神秘跟他的價值在哪裡呢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另外一半的神秘跟價值就在我剛剛講的 然後這個組織呢 然後這個組織呢 就是那個很喜歡一直寫附件 又很喜歡一直寫書賣給行動公司的這個組織呢 針對全世界聯合國登記在冊 那邊有UAN number的3500項危險商品 每一項逐項依據他的危險性 邊列Drill code 是 然後呢 如果今天呢 那客艙的貨是從貨運來的 好 危險品貨運會有很嚴格的申報流程 那每一筆的Drill code都會 在NoToker上面 不會錯失任何一筆 但是 今天 客人有意無意帶上來的東西 他不見得會申報 他甚至於不知道自己帶上來的是危險的東西 對於這些undeclared的items 只要我知道他的名稱 或者是我知道這個東西的UAN number 我一樣可以在紅皮書上面找到它對應的Drill code 比當時我們之前遇到的這個東西 陶生手環 陶生手環 陶生手環的危險是什麼 陶生手環的危險是什麼 是不是他這邊有 有鎂片的話 大家都很記得好棒喔 我就可以去查 Magnesium Drill code 3L 比方說這個 自然會自己燃的餐盒對不對 他用生石灰 就是氧化 鈣 然後加水 會產生蒸氣 然後來自行加熱對不對 我也可以在紅皮書上面找到 Calcium Oxide 8L 然後呢 或者這個最新出來的 智氫C 它產生的氫氣 一樣 我在紅皮書上可以找到它對應的是L 我就可以去Table 4 看見它有相關的危險性 或者是在機上發生了 脫散或肉依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來處置 好 我們這次阿 今天不可欣賞很多電池 對 對 那我因為很無聊 我就會向小黃出去散一下電池的滑油孔 是什麼 好 講到電池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新聞 就是最近不是有那個幾滴寒流嗎 對 幾滴寒流的時候我看到的意思很好玩的新聞 那你想要不要說 好 嘻嘻嘻嘻 我想你很嚇一聲 沒有 Hayır 老大 講得很強 你們看 臺灣 昨天 真是 很熱 你又會被搗 就像你有抢到满冷包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更多相关电池的产品是可以选择的 比方说现在在极限用品店 或者是登山滑雪的店里面 或者是网络上 你都可以买到什么 利用电子加热的衣服 它其实就是利用充电电池或者是行动 把电毯穿在身上的概念 只是因为现在的发热晶片 小巧也又精致 所以它的舒适性得到极大极大的改善 或者你今天要去郊外 想要吃一个热的餐盒 我们都有讲过用生石灰加水 可以产生蒸汽的变量 现在在网站上面 你要搜寻已经找不太到了 你唯一可以找到只有军方 还在用这种方式 来热他们野战部队要吃的这种电当 你更多会搜寻到的是这一个 不充电 不加水 直接拿行动电源去热 就可以变当 好我们讲到生活当中的电池 我们就不能都不讲到老叔的最爱 电动车 没错吧 电动车呢其实呢在未来的 趋势 趋势 是怎么样 电池需用量很大的一块 连去年年底 去年的12月 连日本 连日本这个燃油车的工业大国都宣布要怎么样 2030年他进卖燃油车 然后英国那个刚生完 COVID-19出来的这个首相呢 第二度要提前 英国进卖燃油车的时间从2040年调整到2030年 他一下子呢是先提前到2035 然后现在提到2030 留美国的加州都要都说在2030年 他们就要进售燃油车 根据去年12月 最update的资料统计出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2040年要进售燃油车的国家 原本像是有台湾 那为什么又钢掉了呢 因为核四不见 因为呢我们本来2017年行政院已经决议要做这件事 2019年就怎么有各方各面的问题就pending了 然后呢虽然欧盟国家曾经跳过 欧盟曾经跳过来说 跳出来说说你国家禁止卖这个东西是不符合怎么样 欧盟自由贸易的规定的 但是以挪威跟丹麦这些为首在怎么样 推动这个活动的北欧国家态度都非常的坚定 比方说他们会透过拉底 就是游说 或者是大量的补助 你要买一动吃我就在税金上面 在给你很多很多优惠甚至于路权 来达到他们的这个目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 马斯洛的这个人类生理需求的 已经被怎么样 很多人改定义成这样 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电池呢 你就没有办法叫UverE 你也没有办法叫出陪你拿你就没有办法吃饭 你今天没有电池呢你就不能看你的什么样 FB 跟 IG 跟你的LINE 你就没有办法叫做社交信息 那今天有多少年轻人 他的自信心跟自我存在价值是依照他每天在他的社群网站上面得到多少的赞 跟留言决定的 好 所以他也得不到他的什么样 自信心 那如果没有电 我就得不到长官怎么样交代工作 更不像群组的进度 那怎么可以谈什么self-actualization 谈什么自我实现 所以人类生活Basic Human Needs Basic Human Needs 是什么 Factory 是电池 好 好 讲到电池 就不得不提怎么样 做电池的什么 菇 菇 头猛 李涅美 这些天然资源都是怎么样 都是有限的 然后在过去怎么样 菇的价值一直涨 然后呢 李的价钱已经涨到一顿是6万块钱 而且2012年可能会出现供不依求的状况 所以呢 全世界不管是国家 或者是重要的企业龙头 都在怎么样 处心积虑的想尽办法解决电池的问题 好 比方 什么的 股票 那股票哪一家 待会我们再开那个房间 好好谈论一下 然后呢 那比方说中国 中国就用什么 中国就用养套杀的方式 针对非洲或者是州南美洲 这些怎么样 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我借你钱 不用还 没有钱 我再借你钱 你不用还 还不够 没有关系 我一带一路要来了 你要多少都借给你 没有关系 只要你拿你国家的采矿权 或者是矿 来跟我换就可以了 全世界有一般的菇在哪里 在钢国 对 钢国有14座 菇矿场 里面最好的8座 现在都有中国来拥有 所以说中国已经掌握了全世界 菇的供应权 好 车用电池是不是极需要电池 诶 那个特斯拉的龙头 You know Musk 他也很想要菇 对不对 面对这种状况 他说什么 没关系 你有钱 We're not 你请一国之财力 融断全世界的菇 我主什么 科技智慧联盟 我生产他开发没有菇的电池 那去年他也成功了 他开发出来第三代不含菇的锂电池 已经成功的用在model 3的车上 model 3会这样这样 对已经开始已经这样 就是因为他的电池 已经不用再买 不用再用这么贵的电池了 好 所以呢 来 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Yvonne Musk跟中国 这个都是台面上新闻追逐的人物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台面下 鸭子滑雪的人可多者的 比方说丰田IBM 全世界各个知名大学的实验室 还有国家的研究机构 包括我们的中研院跟大陆的重科院 每个人都在研究电池 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哪一个是明日之星 好 第一个 纳电池可能带来能源革命 纳电池距离代替的电池电池更进一步 纳电池有望改变现行 淋漓一子的游戏规则 好 更惊悚的 离电池的江山要做不稳了 因为有纳电池 好 为什么纳电池可以取代理电池呢 第一个 纳的性质跟理非常的相近 所以呢 它可以沿用理电池的现有技术 还有就是纳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好 它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呢 好 最近的市价一顿的纳 大概是美金两百块 两百块都买得起 虽然现在不太景气 好 两百块可以嘛 对不对 但是估一顿 是六万块 对 好 也就是说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是去年十二九月的时候呢 全世界怎么样 离电池已经开始量产 量产代表什么 它已经从实验室走进市场 而且呢 它做出来的对比离电池呢 包括它的使用寿命 快充快放 能量密度可达140WHK 这是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表示的就是它的持久性 好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它的价钱呢 是什么 跟千山电池同样的价位 非常非常 竞争力 对 非常非常的便宜 对 所以呢 它们的价格是什么 好 当铃跟菇的价钱越来越高 铃电池价钱越来越贵 那 随着客人会带上cabin里面 夏天拿的变风扇 冬天穿的怎么样 电子加热衣 这种相对低价位的东西 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未来就会被纳电池取代 也就是 那就是我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电池 那我刚刚不是我去红品书上查了一下它的游扣吗 不查不知道 查了 下一条 好 它查出来是4W 4W的特性是什么 Bike Spontaneous Combustible 它会爆炸 好 对飞机的影响是它会怎么样 爆炸 好 对人的影响是怎么样 它会产生有一个气体或者是smoke 好 然后呢 Agent 你要灭我的话 它是不可以用水灭的 为什么 因为 好 我们来看 它会产生 它像它碰到的水会产生 毒气或者是 Lamomol gas 这个gas指的就是氢 水 水的化学是不是H2O 两个氢配上一个氧 对不对 所以呢 钠会把它的氢 那样吸过来 变成氢氧化 然后就会释放出多余的氢气 跟产生大量的热 氢 碰上热 再碰上氧 就 放下 对 各位啊 我们做训练 在过去我们掌握了干电池 湿电池 嵌算电池的腐蝕性 对不对 我们掌握了锂电池 会怎么样 热失控的复燃性 我们这么多年都在跟学妹叫什么啊 李电池 李电池 加水降温 加水降温 不降会爆炸 对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要来跟学妹讲 那便是 炸电池 不能加水 不能加水 加水会爆炸 我仁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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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仁义吗 但是我就觉得 其实它虽然开始量产 但是呢 等到普及化 可能还有一段相当的时间 而且我相信有这么多研究机构 在研究这个纳电池 它的安全性一定会怎么样 会大大提升 所以我们也不用在这边怎么样 其人优天地以下自己 但是我相信 当电池的价位越来越贵 天然资源的矿产越来越少 将来会有不断吹成初心的电池 是一条不会回头的趋势 讲到这里呢 我要感谢大家在这个 什么呀 阳光洒洒的星期五的下午 坐在这里听这么boring的 所以我决定要献丑 不是呢 请过年快到 对不对 要唱歌 不是 我就决定 我会唱的 他们都知道我唱歌很难听 跳舞 跳舞的话 我决定推荐往主持 其实 对 好 那我决定在这个美好的下午 周末的前期 我决定 不是 我决定 我這也好 我决定 可以里面可能没有钱 好 决定呢 呃 献丑 做一副 对联 然后 娱乐大家 好 然后唱了也是什么呢 时代变化真实快 人人抢电话 无奈 第一次 有爆店 吃 那刚才很好 来来来包 你们俩没事强两块 不然雷电怎么办 好那我相信呢 在不久的将来 驾驶商之类不在神明的包店 一定会慢慢的变后 长大 长大 谢谢